三分兩二 三絲絲 不要走 寫字 寫 我呀 你們在做甚麼 寫梁 寫梁 乖了 給寫梁看看 原來大伯在教你們寫字 明白這個字是甚麼意思 不知道 大伯不如等我試試 左邊這個是和字 代表的是稻米 右邊的就是口 就是指你們的嘴 大伯不如你再教他們寫一次 和字最恰當的用處 應該就是一團和氣 我想大伯教你們這個和字 就是想你們從小就學識和的真正意義 是嗎?大伯 是 婆婆大伯三嬸 不如我們打牌吧 好呀 難得有限 一家和氣 來 婆婆 你今天的手風好像真的很順 今天我好像吃很多糊 阿三大熱 阿三的肚子很尖 這一胎當然是男丁 我們燒家有個池固定 婆婆 這樣就好了 以後燒家又多一個男丁 家裡一定會熱鬧很多 那倒是呀 婆婆 你三個孫女都很下順利 家裡有個男孫 怎麼都是好一點的 那當然 那三個姐姐一定會很照顧個弟弟 不是 牌子真的差 輕易 人家說 如果生靜的話 就自然就涼了 你當然是涼了 才生肚 大料… 大哥別玩了 胡桑 阿爹經常跟我們說 送禮這件事 最重要是一份心意 何止心意 最重要是真材實料 阿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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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公大伯, 三叔 上公 搞什麼 都要點燃了 齊了 那行了 那你等我們做完就行了 阿爹 那你先出去 我帶出去 奶奶 那我們應該怎麼準備 來, 等我來 是多少 反正我都做習慣了 我們燒家的作用呢 就是 禮就一定要做到 禮物呢 一定要送到 所謂 禮籃禮籃 禮貌的花啦 剛剛啊, 奶奶 是啊 就是這樣 有些人 我可以去喝 一杯 我可以去喝 因為阿爹 我可以去喝 可以去喝 喝